寶之地 為什麼 因為它還沒有受到人類的破壞 所以呢 它在那邊生長了三千多年了 還有 你們要瞭解 這一些能成就這樣的設立迎風而吹的一個現象 就是利益環境的不同 衍生出來的結構 所以呢 我們在臨摹大自然是不是要臨摹它百歲千歲以上 這樣 才達到我們盆景藝術的修為 其實呢 我們不只要臨摹它的血 也要呢 臨摹它的精神 為什麼 要臨摹它的精神 它的精神 堅韌不拔 然後呢 雙腳不能動在那個地方 受到風吹雨打大雪的積壓 而毅力的生存下來 你看這種精神是不是 那種堅韌之度 是不是我們要去稍微學習一下 所以呢 各位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想一想 我們山上還有三千多歲的老伯伯在那邊 所以 應該就迎刃而減 再來 我們今天剛剛我們謝班長也跟各位分享了 第一個 文圓樹形的結構 對不對 文圓樹形呢 它整個是有飄逸 然後呢 整個呈現出來的姿態美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結構 第二個 增薄的延展性 可塑性 非常之高 所以呢 我們看到整棵樹的往上延伸 從灌頂開始算起 往下算起的一半以下 全部剝除設立 剝除設立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中指吸水線 主幹的整個呈現度以外 出支點要把它的皮 把它中指掉 中指完了以後呢 用尖嘴錢的部分去加壓扁 壓扁它以後 整個再轉折 一轉折呢 它的皮跟它的木質布 就很快的剝離掉了 這個就是很快速 我已經灌輸各位有60年的功力了 這家要學60年 今天三萬千跟你們講完 這樣有學到嗎 不懂得我有派指派代表在那邊 都可以請教他們 再來 我們開始